在5月份的Build大会上 微软向大家介绍了Windows 11即将发布的新功能 Windows Co-Pilot 如何使用Windows Co-Pilot 在今天更新推送中 微软向Dev Channel的Windows Insiders 发布了Windows Co-Pilot的第一版 这个版本主要集中在集成UI体验上 未来的预览中还会有更多的功能 要在这个发行版中使用Copilot 必须在Dev Channel更新Windows Build 23493 或更高版本 并且Microsoft Edge版本需要更新到 115、0、1901、150或更高 使用Windows Co-Pilot 只需点击任务栏上的Windows Co-Pilot图标 或按快捷键Windows加C即可 Windows Co-Pilot将使用与登录 Windows相同的Microsoft账户 或Azure Active Directory账户 Windows Co-Pilot以一个侧边栏的形式 停靠在屏幕右边 它不会与任何桌面内容重叠 并且可以与打开的应用窗口 一起无障碍地运行 随时可以与Windows Co-Pilot进行互动 在Windows Co-Pilot第一版中 可以向Windows Co-Pilot提出一系列问题 或要求执行一些操作 例如 切换到暗模式 开启误扰模式 截屏 写一个关于住在月球上的狗的故事 给我画一幅有睡帘和鲤鱼池的宁静画面 Windows Co-Pilot还可以根据上下文生成回复 提升在Windows中的体验 如何激活Windows Co-Pilot 如果Windows 11已更新到Build 23493 但仍然没有显示Windows Co-Pilot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点击开始按钮 选择设置 然后选择时间和语言 右侧选择语言和区域 将系统语言更改为英文 区域选择为美国 然后注销计算机 再次运行Windows更新 直到Windows更新中 没有任何更新为止 下载Windows Co-Pilot激活工具 如果一切正常 此时Windows Co-Pilot将被激活 现在可以将系统语言切换至中文 就应该是内容的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